去掉剪壳试验的时候的这件鱼猪笼 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呢 第一个从它的这个泛散以及沁色 它这个眼睛的上方形成的这个泛散现象 并且在这个泛散的这个现象里边有淡淡的土沁色 这个位置明显的是自然沁入的 这个沁色黄的土沁还有黑色的一些沁点 都能找到根找到沁门 两面这边也是 这就排除掉是料里边带的一个现象 从它的包浆来讲 两面整体的包浆 这一面还有背面 还有这个孔里边 还有绝口的这里边 包浆完全是一致的 再一个呢 从它的加工工痕 所有表面上留下的研磨砂的痕迹 都是乱的短的浅的 不太清晰的 因为像现在造假 杨木砂的痕迹呢 稀里清晰 这是另一方面 最关键的一个点 仿不了的点 在哪里呢 在这一块 鼻子的这一段也有一个 很多不可仿的 也是不可仿的干化纹 这个人为造假 造不了的 综合它的入土特征 包浆 还有加工工艺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不可仿的干化纹 还有局部土石突咬的一些筑孔 公愤说明了这件东西 它一定是一件老东西 从它的打孔的孔制的形式 以及它的造型 不管它有没有剪壳 从它的本质来看 是一件红衫 中晚期 一段时间的一个玉珠龙